听别人的故事,悟自己的人生,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我难产时,老公不耐烦挂断电话,在家里给刚流产的白月光做饭。 我不吵不闹,生下孩子,出院后,我让渣男人才两空,追悔莫及。 在进产房前,我打给陈关年的第三通电话依旧被挂断,他发来了一条信息,文字都透着不耐烦。 你烦不烦呢?跟你说了我在忙,今晚不回去了,不用等我吃饭。 我疼得已经没办法打字信息了,只好再次拨通他的电话,我想告诉他我要生了,比预产期早了三天。 他说,一定会陪着我进产房,陪着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,可沈佳佳回来之后,一切都变了。 沈佳佳是成关年的初恋,也是他忘不掉的白月光。 他的电脑里,有单独为他命名的文件夹,密码是5211314,里面全是他的照片。 一个月前,沈佳佳和他的第二任老公离婚,肚子里的孩子也流产了,他从杭州来到了上海。 他给成关年打电话时,我正和他在母婴殿里,为我们的孩子准备婴儿用品。 成关年听见那独有的电话铃声响起时,脸上的惊喜几乎藏不住。 我有事出去一趟,你自己选吧。 他没等我回答,就跑了出去,无视了我去拉他的手,和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挽留。 当天晚上,沈佳佳就加了我的微信,给我发了一条消息。 这两年来,谢谢你帮我照顾阿浩,现在我回来了,请你尽快跟他离婚,把他还给我吧。 同时发过来的,还有一张照片,照片上他躺在成关年怀里,嘴角带笑,而成关年垂眸看着他,温柔地不像他,好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呢。 如果照片上的人不是我老公的话,疼痛在心口蔓延开来,肚子里的孩子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,在肚子里翻腾起来,我疼得倒在了地上,给成关年打电话,快要挂断时他才接了起来,语气很不耐烦。 苏锦伦,你离开我是不能活吗?怎么什么事都要找我,我在忙呢,挂了。 沈佳佳回来后,他连听我说话都没了耐心。 我在昏迷前,给医院的同事打了电话,才保住了一条小命。 在医院住了两天,成关年才知道我在家晕倒的事。 我没有跟他吵,只是在自己心里的本子上悄悄给他减了五分。 还在平均分以上,暂时安全。 他那两天在做什么?我一清二楚,沈佳佳发了很多照片和视频,向我宣示主权。 我没有跟成关年说沈佳佳发信息给我的事,善解仁义地问他这两天在做什么,累不累。 他告诉我,公司忙。 我才知道,原来成关年说起谎来,面不改色。 哎,又减五分。 他没待太久,被沈佳佳一个电话喊走了,因为他刚流产,身体虚弱,他说想吃成关年亲手喂他煮的粥。 多可笑,我那食指不沾阳春水的老公,结婚两年来,从来没进过一次厨房。 我一直以为他不会做饭,原来他不是不会做,只是不会给我做罢了。 第四通电话再次被挂断。 沈佳佳再次发了信息过来,你应该快生了吧? 可惜阿浩不记得了呢,他在给我做饭呢。 他发了个视频过来,成关年系着蓝胖子的围裙站在厨房里,正在切菜。 我心想,成关年已经没有多少分可以扣了,十个小时的生不如死,疼痛拉扯着我的身体,仿佛要把我撕碎。 每多疼一秒,我对成关年的爱意就减少一分。 在地狱里走了一遭,我才生下了我的儿子,产后大出血,若不是我妈终于赶过来陪我,我差点没熬过去。 醒过来后,我没有哭,而是看着我妈笑。 妈,原来生孩子这么疼,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? 在那痛不欲生的十个小时里,成关年的分数彻底扣光,成为了复数。 复数老公,没有资格让我为他难过了。 妈妈也笑,他摸了摸我的脸,乖女儿,男人多得是。 随后又说,今天是你的新生,以前的垃圾,该处理掉了没错,这是我新生的第一天,也是成关年和沈家家下地狱的倒计时开始。 从小妈妈就教我,五十分以下的男人,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。 成关年是第七天出现的。 他带沈家家出去逛街时,遇到他的朋友恭喜他喜得贵子,他才猛然想起自己的妻子已经生了。 我特意发了朋友圈,成关年估计是屏蔽了我,所以连自己喜得贵子都不知道。 我这老公,从别人的口中得知自己的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,多可笑啊。 他不知道我在哪家月子中心,打了几个电话我都故意没接,他辗转问了好些人,才提着礼物赶了过来。 他握着我的手,满脸都是心疼,老婆,你真棒,给我生了个大胖儿子,你辛苦了,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。 我不着痕迹地抽回自己的手,一想到这几天他跟沈家家在一起,用着双手给他做饭,给他按摩,甚至抚摸过他的身体,我就觉得恶心。 不过还不到时候呢,我苏锦文的男人,敢在婚姻中背叛我,不付出代价,怎么行呢? 我忍着恶心,柔声问他,公司不忙了吗? 你看着有些疲惫,是不是没休息好啊? 他见我是一贯的温柔,神色放松了一些,摁了一声,又赶紧问我的身体。 老婆,你没事了吧?疼不疼啊?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,疼了十个多小时,老公,我那十个小时里,生不如死。 他眼中有一瞬的茫然无措,而后世愧疚,对不起,老婆,我忙忘记了。 是啊,你忙着给沈家家做饭呢? 流产的女人那么虚弱,你忙着彻夜守候,哪会记得自己的老婆呀? 我心里冷笑,面上却不显,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虚弱又委屈。 我知道你忙,我只是觉得很可惜,你没能看见你儿子的出生。 老公,你连自己儿子的生日都不知道呢? 他眼中愧疚之色更浓,可他不是一个会解释的人,更不会跟我解释。 那么愧疚,连十秒都没维持,他自己就把自己说服了。 对了,我儿子呢?我想看看他。 我装作一副精神不济的样子,躺回了床上,轻声道,我妈在照顾,就在隔壁,老公你去看看吧。 兴许是男人的直觉吧,陈观年一直有些害怕我妈。 他正要说什么,手机响了,是独属于沈家家的手机铃声,唯一的轻音乐。 不等陈观年解释什么,我就善解仁义地让他先走了。 老公,你去忙吧,我妈照顾我就可以了。 男为他竟有些犹豫,心里的天平在我和沈家家之间晃动了韶情,最终还是偏向了他。 老婆,等我忙完,一定好好陪你。 他凑过来亲我的脸,被我避开了,他眉头促起,看着不太开心,好像在说你又在闹什么。 你凭什么躲我?怎么了?我看着他的脸,忽然发现自己对他的情绪依旧敏感,可他的情绪却不能再影响我分毫。 我垂下眸子,担心自己的嫌恶流露出来,解释说因为没洗脸不好意思,他才放心地走了。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背影,开始思考要怎么惩罚这个恶心的男人。 我和陈冠年是相亲认识的。 那时我已经25岁,忙着医院的工作,忽略了生活,等我爸妈意识到我已经25岁时,开始给我介绍对象。 相连续亲了好几个都没能成功,见到陈冠年时,温文尔雅又帅气地他在一群秃头油腻男中间,简直就是一股清流。 我主动加了他微信,约出来吃了几顿饭,确认对彼此都有好感后,就默契地订了婚。 从认识到结婚,只用了半年时间。 我自小家庭优越,受过高等教育,自认足够清醒,不是恋爱脑。 所以,当我发现陈冠年电脑中的单独文件夹中的沈家家时,我没有过问,哪个男人没有初恋白月光。 只要婚后减点有分寸,我可以不在意。 没想到,沈家家不愿意做天边的白月光,她想做的是陈冠年的枕编书。 而陈冠年也是真的没分寸,哪个有分寸的婚后男人,会在自己妻子在产房九死一生时,去给别的女人做饭。 没有分寸的男人,连狗都不如。 我在月子中心休养了一个月,身体恢复后,就回到了家里。 这一个月里,陈冠年跟沈家家越发如胶似漆,若不是沈家家刚流产不久,他们一定已经滚床上去了。 陈冠年偶尔也会想起我,主动给我发个信息问我的情况,我温和地敷衍,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谈,反倒提醒他,再忙,也要好好吃饭。 沈家家很懂得怎么抓住一个男人的心,他带着陈冠年去吃他喜欢的食物,那是以前我不让他多吃的那些重油重盐辛辣刺激类的东西。 陈冠年有肾炎,我在他的饮食这块一直都严格把控,他偶尔会偷偷吃一次,我都假装不知道。 现在没有我过问,他可以放肆吃,自然开心。 我也很开心。 半个月后,陈冠年住院了。 我作为妻子去照顾他,医生同是理解当着陈冠年的面数了我。 谨闻你也是医生,明知道他有肾病,怎么还让他吃那些不健康的食物呢? 他现在肾脏负担过重,排泄异常,血压偏高,你应该比我清楚,再这样下去,可能会造成血管硬化。 我一脸着急地解释,我前段时间坐月子,没有亲手给他做饭,这段时间他又忙,没有回家吃饭。 哎,我光忙着照顾孩子了,是我不好,忽略了他。 同事在陈冠年看不见的角度对我眨了眨眼,持续输出了二十分钟才离开。 我在满脸愧疚的陈冠年伸手去拉我的手食避开了,红着眼睛说, 老公,我回去给你熬些粥喝,你这段时间的辛苦一下了,只能吃流食了。 不等他回答我就离开了,完全就是一个担心自己老公身体的妻子形象。 到门口时,一个病房的人羡慕地对陈冠年说,你老婆对你真好,自己刚出月子,又要照顾孩子,又要照顾你。 哪像我家的婆娘,自管自己,我喝多了,祝愿她骂我活该,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。 你一定对你老婆也很好吧?你一定伺候她坐月子了,不然就女人这种记仇的生物,肯定不会对你这么体贴的。 陈冠年尴尬地敷衍过去了。 我才没心情给她熬粥呢,先回家跟我儿子玩了一会儿,又睡了个午觉,才随便点了个外卖粥,装在保温筒给她送过去。 到病房门口,就看见沈佳佳坐在病床边,握着陈冠年的手哭得梨花带雨。 你怎么就晕倒了呢?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? 阿浩,你快点好起来吧。 陈冠年满目温柔,我没事,很快就能出院了。 你自己身体还虚弱着呢,快回去休息吧。 阿浩,我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馄饨,你先吃点吧。 陈冠年脸色僵了僵,有些为难。 我就是这个时候进去的,替陈冠年开口解释,谢谢你给我老公买饭,可他暂时不能吃这些。 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快速分开的手。 老公,这位是。 他随口说是朋友,连名字都没说。 我也不多问,诚恳地感谢他来看望陈冠年,然后将保温筒打开,到了一碗粥递给陈冠年。 我熬了两个多小时,你趁热喝。 沈佳佳突然站了起来,伸手接我手里的碗,遮住了陈冠年的视线。 嫂子,我来喂她吧。 看向我的眼睛里满是嘲讽。 陈冠年紧张地喊了一声,我自己吃就行。 我将碗递到沈佳佳手边时,哀忧了一声,打翻了碗和保温筒,里面的粥全部倒在了地上。 你怎么? 我的话还没说完,沈佳佳一把推开我,尖声道,你故意的,我根本没碰你。 我顺势跌倒在地,李姐正好进来,大喊着,你怎么推人呢? 谨闻你没事吧? 我没管病房里一片狼藉,也没管愤怒的沈佳佳和安慰她的陈冠年,红着眼睛一瘸一拐地被李姐浮了出去。 病房里的人,谁都能看出我委屈的样子。 到门口,我就收起了表情,冲李姐笑,无声道,谢了。 她看了一眼病房,轻声呸了一口,给她做什么饭? 让她吃,早晚吃死自己。 谁说不是呢? 那之后的几天,我没有再去看过陈冠年,在家里逗逗儿子,和妈妈一起出去散布晒太阳,过得好不自在。 没有我嘘寒问暖,贴身照顾的陈冠年,不爽了。 短短五天,就瘦了一圈。 她的电话打来时,我关掉了电影的声音,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。 你怎么不来看我? 我沉默着听她抱怨,在她不耐烦时,突然哭了起来。 陈冠年,要不我们离婚吧? 她愣了一会儿,你说什么? 我哽咽着说,我已经知道了,你和沈佳佳的事。 我说完就挂,把沈佳佳这几天给我发的信息,一股脑截图发给了她。 上面是沈佳佳对我的挑衅和谩骂,我一条都没回。 你看不出来吗? 陈冠年爱的人是我,你要是还有脸,就赶紧跟她离婚吧。 你不要再来医院看她了,她不想见到你, 我会照顾她的,就像她照顾我一样。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? 竟然还来医院? 说了她不需要你。 半分钟都没到,陈冠年的电话再次打来。 老婆你误会了,我跟她只是朋友,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 我不知道她发了这些啊,当然要原谅她了。 这才到哪儿啊? 有了我细心照顾,陈冠年没几天就出院了。 其实她早就可以出院了,是我不想让她那么快康复。 我是医生,也是她的妻子,没人比我更了解她的身体,让她多疼几天而已,轻而易举。 她为了证明自己跟沈家家没什么,接下来的半个月都没去见她,除了去公司,就在家里陪着我和孩子。 她几次想抱抱我儿子,都被我妈阻止了,只能看,不能摸,她对此有些不满。 老婆,团子出生这么久,我还没抱过她呢? 说完就偏头咳嗽了两声。 我把热水和药递给她,等你感冒好了,想怎么抱就怎么抱。 她还小,免疫力不行,传染给她就不好了,对吧? 可惜,你不会再好了。 她陪着我这些日子,也没跟沈家家断了联系。 沈家家钓友的是手段,若急若离钓着她,惹得她身在曹营心在汗。 在成官年忍不住问沈家家在哪里时,我就知道时间到了。 晚上,我照常端给成官年一杯她每天都要喝的热牛奶,她最近睡眠不太好。 我想着法子给她食补,今天总算有了效果,她喝完后睡得很沉。 我妈进来了,将手里的注射器给我,顺口问道,姓沈的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。 我笑了,弯腰给成官年脱衣服。 那个人比成官年年轻,比他有钱,比他体贴,他现在应该乐不思数吧,顺便感叹自己魅力无穷。 我妈冷哼一声,太自信可不是好事。 妈妈说得对,脚踏实地,一步一步来才能稳操胜券。 哪怕下地狱,也得一步一个脚印才行。 我和妈妈去了次卧,桌子上的电脑屏幕中,正无声播放着一个视频,里面的女主角是沈佳佳。 我看着她娇艳欲低,神色迷离的她,赞叹道,留了三次产,身材还不错呢。 我妈则不屑道,蠢,把自己的身体当货品,不好好保养怎么行。 残花败柳,连被选择的资格都没有。 我扑斥一笑,有人眼瞎。 两天后,沈佳佳同意跟成官年见面了。 也是,跟他你浓我浓了半个月的男人突然拉黑了他,他只能找回自己的备胎了。 在他们见面之前,我先带成官年去了医院检查身体。 每年我都做同样的事情,今年早了一个月,他也没有发现。 检查完毕,他迫不及待地去见了沈佳佳。 我回家看现场直播。 我最近以身体不适一直拒绝成官年。 他从医院离开时,喝了我给他的水,加上沈佳佳的刻意引诱。 两个人很快就滚到了床上。 那之后,成官年又开始忙着加班。 他彻底沦陷在白月光的柔情中。 沈佳佳家里的水都加了料,他们夜夜升歌一个月后,成官年进了医院,南科比较隐秘的那个部门。 而沈佳佳则去了妇科,医生是我。 沈小姐,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,是没读。 怎么可能? 你骗我。 他脸色煞白,有些恐慌地看着我。 我不要你看,我要换人。 我好脾气到,都可以。 你的医生是李医生,他今天休息,我只是给你检测报告而已。 对了,沈小姐,建议你再做一下HIV抗体检测。 他逃适地跑了。 同一天,忙了一个月的成官年回家了。 惶恐不安地他到家后,发现我已经不在家里了,连忙给我打了电话。 老婆,你去哪里了? 我跟妈妈回了自己家的别墅,我可不想自己的儿子跟那么脏的人待在一起。 老公,你忙完了? 最近,我身体不太舒服,担心你回来会传染给你,就回妈妈家了,等我好了再回去。 他紧张到,哪里不舒服? 老婆,你也,我咳嗽了两声道,感冒了而已,老公,你想说什么? 没,没有,老婆,你回来好不好,我想你了。 我答非所问,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开口。 老公,我说这句话没有别的意思,你不要生气啊,你最近离沈家家远一点,知道了吗? 陈冠年其实很聪明,他瞬间就猜到了什么,急忙问道,老婆,你为什么这么说? 我故作为难地叹了口气,猜到,这是病人的隐私我本不该告诉你的,可是,他有那个病,很脏的那种,还有艾滋,我知道老公你跟他是清白的,我只是担心你而已。 我假装没有发现他的震惊,继续苦口婆心,老公啊,我知道我不该过问你的朋友圈,可是这个沈家家私生活太乱了,我一个同事前段时间在酒吧里看见他了,他跟一个刚认识的男人在厕所里,反正你们正常地交往我不过问,不要离太近,要是传染了就不好了。 哎呀,儿子醒了,我先去喂奶,老公再见,好好照顾自己哦。 陈冠年和沈家家都确诊了,梅独加艾滋。 他们在沈家家的住处见面,陈冠年一见面就给了沈家家一巴掌。 沈家家,你害死我了你知道吗? 二人相互推诿,都说是对方传染给自己的。 沈家家气不成声,不是我,是你,一定是你传染给我的。 你结婚了,还在外面偷吃,说不定不知道从哪里染来的脏病,也有可能是你老婆私生活混乱传染给你的。 你又传染给了我,都怪你。 放屁。 陈冠年抓起烟灰缸,砸在沈家家脑袋上,砸得他头破血流。 我老婆只有我一个人,没有你之前,我也只有我老婆一个。 沈家家,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,见一样脏吗? 沈家家崩溃大哭,我没有,不是我。 愤怒的陈冠年把沈家家打得遍体鳞伤,才失魂落魄地离开。 与此同时,网上曝光了一些不雅视频。 视频里是沈家家和不同的男人在不同的场合玩耍,其中就有他和陈冠年在车里,在野外的视频,有的清晰,有的模糊,一时间在网上疯传开来。 托他们的福,一些专门搞颜色视频的人靠卖视频赚了一笔。 接着又有人扒出,陈冠年是有妇之夫。 万能的网友没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 他们甚至查出来,我在医院生产时,陈冠年在沈家家家里和他在沙发上拥吻的照片,还有更大尺度的。 当然是假的,可惜谁信呢? 大家只相信他们是渣男贱女,相信我是被丈夫欺骗的受害者。 很快,陈冠年和沈家家有梅毒和艾滋的事也被曝光了。 他们两个成为了过街老鼠。 网友在我的微博下纷纷留言,劝我远离渣男。 有律师愿意无偿为我打官司,说一定可以让婚内出轨的陈冠年净身出户。 至于陈冠年,他现在要后悔死了。 有正义的网友把我、陈冠年和沈家家的事写成了长达一万字的小作文,加上视频和图片,发到了陈冠年的公司邮箱里。 公司以陈冠年德性有亏为由,把他踢出了董事会。 陈冠年自然不愿意,可那是他家族的公司,他是公司的污点。 为了公司的发展,他父母都不帮他。 网上任人喊打,现实中的邻居同事都对他指着点点。 他吃个饭周围的人都退避三社,生怕被他沾染到什么脏东西。 如此不过半月,病毒的折磨加上心理的压力,本来身体就不太好的陈冠年病倒了。 他在医院打电话给我,哭着说想吃我为他煮的粥。 我心情好,所以将吃剩下的粥带到了医院,看着他吃光,又看着他全部都吐出来,晕过去时,他唇边染了血。 他近期酗酒,饮食不规律,没有我为他准备的营养健康餐,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折腾的,竟然得了胃癌。 哎,他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。 给他检查身体的医生说,他有艾滋,再加上各种病症,现在的免疫力太差了,能治愈的可能性太低。 我在陈冠年的病床前,哭着对医生说,尽力治。 当然要治了,他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。 我开始每天往返医院看他,每天给他带饭,都是从外面买的,反正他也吃不出来,味道了。 我不在的时候,找护工照顾他,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 但是,我绝口不提离婚,他也整日惶恐,连句重话都不敢对我说,生怕离婚后我不照顾他了。 公公婆婆对我都挑不出一丝毛病,兴许是觉得愧疚,把成官年的5%的公司股份转给了我儿子。 就这样过了三个月,已经吃不下去饭的成官年,瘦骨临寻,头发已经掉光了,只能戴着帽子。 他再次提出想看看儿子。 我柔声劝道,等你好了再看吧。 他突然就哭了,看着自己提包骨的手,哽咽道,我还能好吗? 当然好不了了。 我不回答他的问题,纠结地问他,老公,沈家家想见你,你愿意见他吗? 他立马大声拒绝,不见,我见他做什么? 老婆,我跟他没关系了,你要相信我。 可是,他怀孕了呀,他说孩子是你的,他想要一笔钱,什么孩子? 他满身的脏病,怎么可能会有孩子? 我不见他,也不会给他钱,你让他滚。 我悠悠叹息,那孩子肯定不能生,生下来也是痛苦,不如就给他一笔钱,让他打了吧。 他毕竟跟你在一起过。 成官年想起这个就很痛苦,他无脸痛哭,骨头都在颤抖。 他已经忏悔了无数次,他每每疼到睡不着时,就会哭着跟我说,他好后悔认识沈家家,后悔出轨跟他在一起。 每当这时,我就会跟着一起哭,与他回忆往昔,让他更痛苦。 如果老公你不认识他就好了,你会陪着我,看着我们的儿子出生,你会为他取名字,你还可以抱着他,看着他一天天地长大。 我会给他看儿子的照片和视频,白白嫩嫩的小脸,圆溜溜的大眼睛,还有随成官年的两只酒窝,一一压压的叫着,非常的可爱。 成官年至今没能亲手抱抱他的儿子,这是他的遗憾。 他哭得不能自已,身体每况愈下。 沈家家还是去了医院,他已经走投无路,除了巴着成官年,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 那天,我故意在医院门口拦住了沈家家,给他听了成官年绝情的话,然后在他抱起推我时,先一步摔倒在地。 保安立刻就去驱赶他,他只能暂时放过我,去里面找成官年去了。 成官年给我打电话时,我哭着说,老公,你要小心,沈家家他疯了,他推倒了我,我现在受伤了正在包扎,他现在去找你了,你一定要小心,我马上就去看你。 说完就面无表情地挂掉电话,回家仔仔细细地洗手消毒,给自己包扎好擦伤,然后换了一套衣服,才慢悠悠开车去了医院。 消防员已经在楼下铺上了安全气垫,因为沈家家把成官年挟持到了医院天台上。 我在消防员的保护下到了天台,哭着喊道,沈家家,你不要伤害我老公,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 沈家家满目疯狂,他披散着头发,脸上还有肿胀的指印,衣衫凌乱,听人说,他在病房里和成官年打了起来。 他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,那是我昨天特意放在成官年床头,为他削水果的,忘记带回去了。 我不要钱,我要他死。 我还要你死,苏锦文,如果不是你,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? 我几乎站不住,多亏身后的消防员扶住了我。 我流着泪说,是你介入我和成官年之间,是你把自己的病传染给他,我不明白你有什么资格怨我。 是我要你滥交吗?是我要你抢我老公吗? 我希望你冷静一点,你想要钱,多少我都能给你,托你的福,我老公已经没几天可活了,你何必让自己的双手沾上一条人命呢? 他尖叫道,你胡说,不是我的错。 是你,如果不是你把成官年关在家里,不让他见我,我又怎么会跟别的男人上床? 我又怎么得病?都怪你,这一切都是你的错,你要是早点跟他离婚,把他还给我,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。 我心倒说得真好,底下那么多人拍摄着呢,你可要多说点才行啊。 我一时呆愣片刻,任他自由发挥自己的怨气。 一旁伺机救人的消防员,听得都一脸黑线,估计是没有听过这种强盗逻辑吧。 我没有关着他呀,他是我老公,那段时间他身体不舒服,我只是让他在家里养身体而已。 我错了吗?我只是想让我老公好好的,我错了吗?老婆,对不起,都是我的错。 成官年泪流满面,是我对不起你老婆,病了之后我才知道只有你最爱我。 我以前真是眼瞎心芒,才会被这个贱人蒙骗。 老婆,我错了。 这辈子我没有办法补偿你了,下辈子我一定找到你,好好的爱你。 我满脸的泪水,看似悲伤,其实内心毫无波澜。 他想得还挺美,还下辈子。 他这种人哪里来得下辈子? 成官年眼神中多了一抹决然之色。 老婆,离婚协议我放在病床枕头下面了,自我已经签好了,我们离婚吧。 我净身出户,我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你和儿子了。 老婆,我离开以后,你要好好的,你这么好,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爱你的人。 不要告诉儿子他有我这样的爸爸,老婆,我爱你,再见。 说完,他不顾脖子上的水果刀,猛地转身抱住沈佳佳,一起往楼下跳去。 贱人,我们一起死吧。 我急忙扑上去,老公,不要。 消防员从身后抱住了我,我哭晕了过去。 陈冠年死了,沈佳佳断了脊柱,永远也站不起来了。 他们其实落在了安全气垫上。 可惜,沈佳佳手里的刀插进了陈冠年的脖子,而陈冠年砸在了沈佳佳身上,他们到死都纠缠在一起。 听说沈佳佳的爸妈知道了他的事情,来看了他一眼后,就跟他断绝了关系,对外宣称没有他这个道德败坏的女儿。 沈佳佳没撑多久,就死在了医院里,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 沈冠年和沈佳佳二人的因果,早就暴露在众人眼中,他们的死伤,也在众人眼皮底下发生,没有人觉得哪里有问题。 所有人都说他们活该。 他们只是为我感到可惜,觉得我傻,因为到最后也没有跟沈冠年离婚。 我只是丧偶。 沈冠年没有办葬礼,尸体火化后,我把他的骨灰盒带回了家。 公公婆婆看着我红肿的双眼,又给了我一笔钱,然后跟我道歉。 锦文,你是一个好孩子,是沈冠年没福气,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 我低下头,声音哽咽。 他是我丈夫,这一切都是我该做的,是我们没有缘分。 他们安慰了我许久,才缓缓离开。 后来,他们立了遗嘱,将所有的财产都给了我儿子。 我回到了我和沈冠年住的房子里,哼着歌重新打扫了屋里的卫生,进行全面消毒。 最后,我将冰箱里已经长毛的菜全部扔掉,倒掉了那些过期的牛奶和过期的药品。 沈冠年最喜欢喝的牛奶和他经常吃的药品。 做完这一切,我妈抱着团子来了,都处理干净了。 我接过团子,亲了亲他柔软的脸蛋,在他的眼里看见了自己温柔的笑。 是啊,妈你看,我把他的骨灰跟爸爸放在一起了,他们那么像,说不定还能聊聊天。 妈妈看着桌上两个不起眼的小罐子,露出了一抹同样温柔的笑,怕是聊不了呢。 我想了想,点头道,也是,爸爸都没有舌头了,没办法说话呢。 我和妈妈相视而笑,男人多的是,一个不乖,再换一个就是了。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苏锦文时的经验。 他穿着米白色方岭连衣裙,坐在咖啡店里,微微转头看着窗外,甜静,温柔,是那种岁月静好的美。 他谈吐大方得体,偶尔会说一两句俏皮话,我毫不意外地心动了。 订婚结婚都很顺利,婚后的生活,也如我想象中一样幸福。 他是医生,会亲自为我检查身体,会给我配营养品,盯着我吃。 我胃不好,他在工作之余为我做养生餐,我有肾炎,他对我的饮食严格把控,担心我会馋,他跟我一起吃同样的饭菜。 我偶尔回去打牙剂,他知道后也只是无奈一笑。 老公,为了你的身体着想,偶尔吃一次没关系,不能经常这样吃的。 我知道他是为我好,和他结婚的两年里,我的身体状况的改变我很清楚,我是真的很感激他的付出。 可以说,他满足了我对婚后生活的所有美好想象,我是真的很喜欢这样的生活。 如果沈佳佳没有回来的话,他是我的初恋,也是我的遗憾和不甘。 大学毕业,在我最爱他的时候,他毫不犹豫地抛下我跟另一个男人结婚,连句解释都没给我。 我的胃就是那时候喝酒坏掉的。 他第一段婚姻只维持了一年,就以离婚告终,我在朋友圈看见他伤春悲秋,就联系了他,他留掉了他和前夫的孩子,再次回到了我的身边。 那段时间是我照顾他,我用心对他好,我想,离婚又流产的他,应该不会再走了。 可我心里始终有些隔映,觉得他脏了,是年少时纯粹的爱恋,支撑着我对他温柔体贴。 他几次想对我现身,都被我敷衍过去。 没多多久,他又爱上了别人,再次结婚。 我好像只是他伤心时的港湾,只做短暂的停留,他就会再次起航,去找别的男人。 我与其说是死心了,不如说是松了口气。 在家人的催促下,我踏上了相亲之路,见到了苏锦文,成功爱上了他。 没想到沈佳佳再次联系了我。 他告诉我,兜兜转转,他最爱的人依旧是我。 爱而不得之人再次回头,我可耻地心动了,所以我去见了他。 我一开始真的没想过要背叛苏锦文的,可沈佳佳就像婴肃一样,麻痹着我的神经,我忘记了老婆的预产期,错过了老婆生孩子的重要日子。 在商场遇到朋友恭喜我洗得柜子时,我整个人都猛了。 我想去见我老婆,等我到了医院,她却已经出院了。 她的同事说她大出血,十个小时才生下孩子,差点就没命了。 我心疼不已,她不接我的电话,我不知道她在哪一家月子中心,她明明跟我说了好多次的。 我竟然不记得,真是该死。 经过多方打听,我终于见到了她,她看我的第一眼,让我莫名地浑身发冷,但是很快,她又变成了以往一样的温柔。 不知道怎么了,我总觉得有哪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 沈佳佳说自己脚崴了,求我去看她,我放心不下,只好谎称公司有事,老婆没有怀疑地让我离开了。 莫名地,我觉得有些不安。 沈佳佳主动亲吻我,我发现我对她已经没有了感觉,甚至连生理冲动都没有。 我只想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婆和孩子。 可沈佳佳哭了,她说她只有我了,她说只要我陪她一个月,满足她对爱情的幻想,一个月后她会离开这里。 她的眼泪让我于心不忍。 接下来,我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谎言,从开始的不安到后来的得心应手。 老婆一点都没怀疑我。 沈佳佳说要留给我最美好的记忆,她带我重温以前的恋爱时光,我们一起去吃我老婆不让我多吃的食物,我吃得很过瘾。 没曾想我的身体真的很差,把自己吃进了医院。 看着老婆为我忙前忙后,我很是愧疚,可沈佳佳一道,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她吸引。 她推了我老婆,我怒斥了她几句,她就撒娇般地亲我,我就没了脾气。 她离开后,一个病房之前跟我聊天的大哥不理我了,对我横眉竖眼的,还呸了我一声,我听见她骂我人渣。 没想到,沈佳佳竟然给我老婆发了很多我们在一起的视频,老婆要跟我离婚,我是真的害怕了。 我在沈佳佳和老婆之间衡量了一番,我的心让我选择了老婆。 我请求她的原谅,她虽然委屈,却还是原谅了我。 我发誓要跟老婆好好生活,再也不要理会沈佳佳了。 我真的是个人渣吧? 沈佳佳给我发了一张车票,说她要离开这里了,想见我最后一面。 我同意了,后面的事情,有些超出了我的控制,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,只要一见到沈佳佳,身体像是沸腾了一样,原始欲望奔涌而出,我被支配了。 我的身体出了问题,某尴尬部位出现的情况,让我感到不安。 我无法忍受那种折磨,就去看了医生。 没毒,爱滋。 这是老天爷对我不洁身自好的惩罚吗? 可怜我老婆还善解人意地提醒我,不要跟沈佳佳太近。 她说话时的小心翼翼,让我忍不住哭了出来。 我有这么好的老婆,可我犯错了。 我该怎么办呢? 都怪沈佳佳这个贱人,她自己不剪脸,还害了我。 后面的事情已经超出我的控制范围,沈佳佳滥交的事情被曝光,里面有我,我无处可藏,一息之间,我什么都没了。 我成了过街老鼠,人们鄙夷的眼神让我感到恐惧,我只能躲在家里。 冰箱里都是我爱吃的食物,我喜欢喝的牛奶,还有老婆给我准备的营养品,她留下纸条,要我照顾好自己。 我痛哭流涕,我好后悔呀。 到最后,最爱我的人只有老婆。 她没有提离婚,一边照顾儿子,一边照顾着我,我经常看见她默默流泪。 我真的心疼她,我都已经这么脏了,她还对我不离不弃。 所以,我联系了爸妈,让她们把属于我的股份都转让给我们的孩子。 我请她们帮我准备了离婚协议。 在死亡之前,我要把自己能给的东西全部都给她。 这是我欠她的。 沈家家那个贱女人,她竟然还敢来,竟然还推了我老婆。 我感到后怕,她那么坏,如果伤了我老婆怎么办呢? 不行,我不能留下这个疯子。 她是一个安全隐患,我不能让我老婆处在危险之中。 我没有几天活头了,我必须带走沈家家,保护我的老婆和孩子。 看来沈家家也是这个想法。 我们一起上了天台,同归于尽是我和她的结局。 我好遗憾啊,最后都没能抱抱我的儿子。 我真的知错了,如果老天爷给我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,我一定不会被沈家家诱惑。 我一定只爱我老婆一个人。 老天爷呀,求求你了,下辈子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 匕首插进脖子时,我听见了老婆痛苦的嘶喊。 她那么好,是我不值得。 我只求来生,做个好爸爸,好丈夫,好好爱她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,订阅,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